对的是众生 所以各位如果你修菩萨道 不要再管自己了 我觉得我怎么样 我怎么不要管这个 一切众生 为了众生 所以我要穿什么衣服 为了众生我要做什么事 完全无我了 那你才会开智慧 有十个众生 让你开十遍的智慧 有二十个众生 有二十种智慧 这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第十一 翻土自乐 众苦吉 利益他人佛心生 承担他苦舍自乐 修交换是佛子行 第十二 彼虽贪到我生物 或使他人夺我财 由将生财三十善 修回向是佛子行 十三 我生缘我何过错 他人尽来断我头 于比阴生难忍悲 但受过是佛子行 十四 彼虽百般诋毁我 谣传二生变三千 有怀深切悲悯心 赞他得是佛子行 那各位念到这个地方 我现在要问各位 归义 各位确定归义三宝没有 确定 第二个 相信因缘果报 相信佛 对 确定不再造恶业佛 你要确定 这才叫读佛法 你不要说读完蛮好玩的 反正你没有去做 你没有去做就不要往下 你往下会变成知识 知识会让你分别骄傲 就说我已经确定归传 我确定知道轮回的苦 我绝对不会再造恶业 所以以这个为基础 进一步追求解脱 所以一个人的苦 而转化为对众生的苦的关怀 而变成菩提心 所以各位确定发菩提心佛 你发菩提心 然后你才在看底下的 你可以先看没关系 但是你在读的 你要确定要修 这个文师修 你现在听闻了 你知道道理了 你现在就决定要怎么做 这才叫修 而不是说一直读一直读 反正读太多 看太多 跑太多 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因为你没有在死修 但是你在修的时候 你要征服自己了 谁不喜欢看帅哥美女 谁没欲望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要升起惭愧心 马上去转化它 去了解它 这个叫修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这一关不好过 那你要多一点修 多一点对峙的方法 所以我曾经以前刚出家在泰国修 阿江查的不静观 每天看尸体 看尸体 跟他们去浑墓 这个要实修 实修到 你将来就像看那些美感的幸运 你都可以马上转化 因为你已经用习惯了 我们叫不中第二支箭 就是说第一支箭诱惑你 你心里马上起来 你不会中第二支箭 你不会说想一 再想二 再想三 那你就完了 你想要去抓住它 想要去排斥它 那都不行 今天它伤害你 那是我的业 它可以帮我断我职 是修忍入了如意宝 你马上要转化 所以你不会顶回去 你还会谢谢它 借这个姻缘 因为你已经在用法了 因为这个法已经成为你的 例如想 心灵戒律 你已经进入法 已经入心了 你才在赌 如果法没有入心 你就一直在那边 搞一直在那边研究 那你不过是个学者 对你没有用 特别因为三十七颂 各位不要说 日常生活你都念一遍 每天都在用 而不是要花十年 花二十年 不需要这么做 因为修学佛法 每个人的善根不一样 所以因缘不一样 你有一点要了解你自己 但是重点是你要实修 现在到菩提心 那你没有菩提心 你就不要去讲别人什么事情 所以各位这个 你要修大乘佛教 没有菩提心 没有用 但是要守护菩提心 却有很大的困难 但是要时时刻刻警惕 所以发了菩提心 要修很困难 所以后面这四条 就是你要如何保护你的菩提心 因为众生母亲这么苦 所以贪图自乐 重苦极 一个修菩提心的人 不能有私心追求自己的快乐 贪图自乐 是所有痛苦的累积 所以现在各位 你有结婚 有男朋友 有女朋友 你不能再享受爱情了 虽然你现在是有男朋友 你不能再享受爱情 你只能说 利用这个缘 度她可以 而且也不能执着她 目前的姻缘是这样 可能在姻缘 在三天一个礼拜 她就跟你散开了 佛菩萨会创造一个女人 把她带走了 因为你发菩提心了 她不会让你浪费太多时间 在这个身上 你要相信 佛菩萨不可思议 你不用烦恼 她度那么久 什么时候 她才会学佛 你不用烦恼 她不想学佛 就把你换掉 就把她换掉 一切随缘 就像孩子一样 你希望她学佛 她障碍你 佛菩萨就会把她带走 舍抱 但是你会觉得说 这太狠了 没有佛菩萨 带她升天哪里不好 连小孩子怀孕 今天你生这个男生 你怀孕的时候还没学佛 你怀孕以后 你学佛了 这个男生是要来伤害你 夺命的 他会让他胎死户中 第二个方法 更厉害 如果有菩萨 叫夺胎 也叫转胎 就把他渡走了 这个前面这个男生 渡走 另外一个来 转成一个来报恩 或是男的变女的 一生下来 他就不一样 佛法不可思议的 所以你不能有所期待 有所执着 你要接受各种的变化 因为佛菩萨给你快乐 也是修行 给你痛苦 更是修行 天天要感谢 三宝的教持 感谢 奥弥陀佛的价值 会把不好的 把你带走 让好的来帮你 只要你动机正确 所以你要这样去 接受一切 但是里面不能再有 我跟你的想法 所以贪图自乐 如果你又升起了 我要追求我自己 个人的某一些快乐 外表 所以各位记住 有些女生 反正我很喜欢学服 很喜欢吃素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 这样穿得漂漂亮亮 有腰身 我就认识一个女生 结果腰开刀 这个腰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 你小心 磨会找你的缺点 因为那一点都不能执着 所以 还有人告诉我 反正我就喜欢穿比较贵的 你叫我穿那个不贵的 没意思 然后 你有这个念头 就告诉全世界的魔 来来来走 因为她看 看你哪一点有问题 她就针对你那一点 最可怕的是什么 你在发菩提心 结果你对你的妈妈 是一种执着 她会让她病的 让你受不了 所以各位 妈妈也是众生之一 我们以对妈妈的感恩 要度她 而不是执着她 你一执着她 她会让她病的 事实上是找你麻烦的 你很执着你儿子 她就专门找她麻烦 因为魔 她就不希望你修行 这冤心债主 她就讨你的债 讨你最喜欢的债 破坏你的 认为了执着的东西 所以佛教无谓是 你没有执着 你就不用怕 你有执着 她就会找你这一点 所以不管你哪里痛 一定有一个执着点 你要去调整你的心态 所以身体的健康 是来自于心灵的健康 那心灵的健康 就不要有这个负面的贪嗔 你要去检讨 这个检讨 你问问你的朋友 问你的家人 就看你讲话太急 你这个人太傲慢 你这个人太怎么样 你一问就知道 但是你要赶快断除她 不然的话 将来会让你痛到 没办法修行 但是我发现 现在有很多人 反正我要求什么大法 我管他这个小的 因为你要注意 这个起心动念 就在伤害你 你不转化他 他就成为你的障碍 所以利益他人 佛心生 放弃自我 关心众生 征服自我 承担众生 各位如果你要真实发普利心 你真的要发愿 整个法国是我来这边的责任 整个地球是我来这边的责任 各位出生在中国 整个中国是我生命的责任 以这个点来关心所有 而不是包围在这个点 所以这个利益 他人的心态 那才叫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不是你读书 有菩提心 老和尚最厉害的 看你吃个饭 就知道你有没有菩提心 假自己喜欢吃的 不管别人的 做什么事情都想到自己 忘了想到别人的 你没有菩提心 菩提心是时时刻刻在关心别人需要什么 他要什么 就像老妈妈的替我们夹菜一样 那有点像菩提心 而不是关心自己的形象 外表 年纪 金钱 收入 所以这一点要抓得很远 利益他人 才有福心 才有菩提心 进一步 承担他苦舍自乐 所有众生的痛苦愿给我 比如说你现在腰很健康 你要发愿 看到腰不好的那些老菩萨走过去 愿自己的健康的腰给他 愿他们的痛苦的腰给我 愿你漂亮的皮肤给他 愿那个皱皱的皱纹给我 你要一直讲 这个不是用想的 而是内心里面真的想要怎样 这才叫能够发菩提心 所以要修这个自他交换 把自己所有的快乐给对方 让对方所有的痛苦给你 不然你怎么修菩提心 菩提心是为众生的 是众生都是母亲的 所以那母亲哪里痛苦 我能够割我的肉也要让他好 要有这个决心 那你才会了解什么叫菩提心 第十二 比虽贪到我生物 或使他人夺我财 这个人 贪心 偷盗 骗我的 金钱财物 乃至 让别人来 偷我的金钱财物 油浆身材33 还把自己的身体所做的 乃至金钱所做的这些善根 修回向 回向给他 对方已经对你那么糟糕了 各位你要想 那是我欠他的 因为这样才可以防止自己有一个我值 也防止自己去对立 舍弃众生 这个人这么坏 你都不舍弃他 你才可以修菩提心 你只要有一个众生不能成佛 你就不能成佛 你让一个众生成不了佛 保证你成不了佛 所以不能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今天你吃一块鱼 你就是要 你就把这个鱼当动物 当一个食物 那你就不可能成佛 你不可能有菩提心 所以因为你有悲心有菩提心 你不会去碰他 所以在这一点各位你在行为上 虽然读这个祭 祭送很容易 那你要回光返照 你的行为上 所谓同修是大家互相勉励 拿着这个 互相看对方 互相看对方 你做的怎么样 我做的怎么样 有没有实修 有没有在这上面 所以你偷我的钱 我还要把所有的功德为你而做 回向给你 第十三 我生缘无何过错 他人进来断我头 我本来就没有做什么错事情 别人还要来砍我头 甚至把我抓去关 所以 以比应生难忍悲 悲心要难忍才叫悲 布施要难忍才叫布施 不是我多余的钱给你 而是这个钱我要 我没有他不行 结果拿给对方 他才叫布施波罗米 消除我的 只有对方比较重要 所以 那么 对方这样伤害我 断我头 我还要对他 生起难忍人忍的悲心 不能有一点抱怨 所以哪一天 你要跟你的老公说 你的小三是谁 干嘛 我要去安慰他一下 谢谢他一下 准备办交接 所以我教的好 免得他不会帮你煮饭 因为这个菩提心就是要这样修 心里痛得要是嘴巴抢出来是好的 因为我要借这个机会折磨自己 所以要有这个大心 如果你有一个点不想舍弃 千万不要说自己有菩提心 因为你还有一个点 想要抓住 想要得到 还是很脆弱 那你都没办法 所以这些我就让各位花多一点时间去观想 再来 请 啊 anni